在美國三藩市機場失事的韓亞航空班機駕駛 在飛機墜位前1.5秒曾試圖加速並且放棄著陸 但飛機撞上防海牆爆炸起火 這次事故造成兩名中國女學生遇難180多人受傷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主席赫斯曼向媒體表示 失事的韓亞航空班機在墜位前沒有任何異常的現象 赫斯曼說飛機上的飛行紀錄器也就是俗稱的黑盒的數據顯示 飛機在降落前的速度過慢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初音ミ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